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的节目 今天这会有我新西兰的易得陶阳,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网上编辑的正感报道,晒冷气 继续状态中立模式力量 好了,这次节目就是正健康来的,又要讲一讲血栓 但其实很多播音人都会读这个字做血泉的 现在我认识的一些朋友都是读血泉的 血泉就不知道是什么来的,血泉就知道,血泉就不知道 这样 是的,这个要讲清楚,虽然我们讲血泉的很多时候都是 但是其实有些人都是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血泉就好像一个游走在血管里面的幽灵 一旦塞了那些血管,就会令到血液运输系统瘫痪 结果通常都是致命的 而且血泉是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任何时间 严重威胁生命健康 无论你的身体里面哪里的气管塞了 都有一个共同的空手,就是血泉 血泉通俗来讲,其实就是血块 像红酒塞一旦,一塞就塞住了身体不同部位的血管通道 就会令到那个器官没有血供应,就会突然死亡 如果血泉在脑部发生,就会导致脑梗 如果血泉在冠状动物产生,就会形成心梗 如果血泉塞到肺部,就是肺泉塞 那和血泉有关的病,好像心肌梗塞,脑梗塞,下肢血管病 这些都是血泉对人体造成的严重伤害 但是有一件事是最令人震惊的 就是99%的血泉是没有任何症状和感觉的 甚至你去医院做心脑血管专科做常规检查 血脂,血压心电图,所有指标正常 在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就自以为心血管没有问题 突然间就发生一些预估不到的情况 血型和血栓的形成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有些血型是更加容易会有血栓问题的 是不是不信呢?不信就继续听下去 这个研究就是欧洲做的 你不信中国不要紧 这是欧洲的研究 你说你不信欧洲,那就不要紧 这个研究中国的医生都有看的 都有继续跟进的 如果你的血型是O型,恭喜你 你是不容易有血栓的 是不容易啊 是最不容易有血栓的血型 不是O型血的人群 发生下肢心脂脈血栓的风险 是O型血的人的1.92倍 下肢心脂脈血栓 其实就是DVT deep vein thrombosis 应该是 发生肺山湿的风险 这个不是O型血的人 就是O型血的人的风险的1.75倍 O型血和不是O型血的人群 发生心肌梗塞 脑出重的动物血栓风险 虽然相差不大 但是不是O型血的人 是仍然的风险是略高于O型血的人群的 如果你是AB型血呢 那你发生血栓的风险呢 就是所有血型里面最高的 有研究就显示 有研究就显示 AB型血的人群 发生血栓的风险呢 就比O型血高4% 其中 老衰中的发生风险 比O型血增加20% 老衰中 其实就是老中风 这个先说清楚 那AB型血型呢 是血栓的一大重要风险因素 大概占血栓病因的20% A型血和B型血的人 发生静默血栓的风险是相似的 但是都是高于O型血的人 那这个可能和这两种血型 攜带O等位基因有关 那血栓性症病呢 就包括动物血栓和静默血栓 动物血栓就比较常见一些 静默血栓就曾经被认为是小见病 一直都不能够引起人群的重视 但是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有可能会致命的 动物血栓就是心梗 老梗的根源 那现在在中国呢 这些国民的心血管病里面 出血性卒中 就是中风是有些下降的 但是观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亦然是持续快速上升 最明显就是心肌梗死 而脑梗和心梗一样 以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死亡率 而臭命超注的 那么静默血栓呢 就是隐形杀手来的 没有症状 是不会有症状的 血栓是全球前三位的致死心血管疾病 心肌梗死、脑卒中 以及静默血栓、山塞症的 共同发病机制 前两者刚才心肌梗死那些 已经讲过了 我们也有节目讲过 这个严重程度大家都知道的 虽然静默血栓、山塞症 卫裂第三大心血管杀手 但是很遗憾的是 大家是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 公众知识率是很低的 而且这一样是隐形杀手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绝大部分的静默血栓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静默血栓形成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血流缓慢 第二个静默的损伤 第三个就是血液处于高型的状态 静默曲张的患者 高血糖、高血压、血脂以上的患者 感染的患者、长期久坐、久站的人 孕苦都是静默血栓的高危人群 出现静默血栓之后 患者的静默会出现发红、肿胀、发硬、 结节、静联性疼痛的症状 严重的人会发展为深静默炎 患者的皮肤会出现一些啡色的红斑 然后就会止暗红肿、灰烂 肌肉轨缩、坏死、周身发烈 患者、剧烈疼痛 最后是有可能会面临滋滋 另外如果血栓去到肺的时候 堵塞肺动物就会形成肺山塞 那就会危及生命 但是事实上静默血栓是完全可防可控的 世卫组织就提醒 连续四个小时不动 就会增加患静默血栓的风险 所以要远离静默血栓 动物就是最有效的防御措施 长期坐在这里不动就很容易有发血栓的 过去医学界认为坐长途飞机和心静默血栓 发病有密切关系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DVT 你如果坐飞机的时候它都会警告你的 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些运动 有时都要的 就是你坐飞机的时候都要伸一下脚 站起身 站起身 那就会减低玩DVT的风险 但是最近的研究就发现 如果长期坐在电脑前面 都已经成为了发病的一大有因 医学专家就将这种病叫做电子血栓 其实用电子产品和电子就没什么关系 如果你坐在电脑面前90分钟以上 失部血液流动就会减少50% 那就会很容易增加血栓形成的机率 那麽倫敦血液病学专家贝佛利亨特教授就建议 每用电脑一个钟就应该休息一陣 起身走一下 舒静活乐踢脚活动一下关节 拉一下小腿肌肉 我另外有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空间许可的话 最好换那钟可以升高那钟台 那麽有时坐得久就升高那一张桌 可以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 这一样东西也有点帮助的 不要经常坐在那里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做这一样东西 整天都坐在那里 当然不太行的 其实狗坐不动耳幻血栓的观点 其实大家要记住 一定要记得这一样东西 在生活里就改了这个 整天坐在那里不动的习惯 你看书的话 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是 现在有微信读书很方便 我经常坐在那里看书 有时候看了几个小时不觉的 其实临睡之前看 可能看到基本上 差不多第二天早上都要起床 不觉不觉 有时候看书就是你不觉不觉 就会看了很长时间 那其实这些都不是那么好 说真的 站在那里看 我有时候都会的 就好像拿着肩子一路走一路看 就是这样 狗不狗你也要这样做 有时候你专注起来 你时间过了是不知道的 人最惨就是这样的 你专注的时候做事 时间很快就过了 我记得我以前 整天写报告都是 坐在那里 去到几点不知道的 写报告没有办法了 就是完全没有了概念 就是什么时候 哇原来 猜一声原来已经 哇下午三点多了 还没吃晚了 这样 整天都会这样 所以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下健康 另外第二样的预防措施就是去走 嗯 这个很重要的 走就很重要了 就是你动的时候 就可以由头到脚都可以防到这个血栓的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走路就是世界最佳运动之一 好易做 强身效果好 不论男女老少 什么时候开始这项运动都不迟 美国心脏学会 电机人 怀特博士都提出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 步行是人类最好的运动 在预防血栓这方面 走路可以保持有氧代謝 增强心肺功能 促进全身由头到脚的血液循环 防止血脂就积聚在血管壁 也会防止血栓的形成 嗯 其实好像台阳那样 有只狗就周围去走 其实对他的身体也是好的 我只有一些朋友 本来很懒的 叫他出去走都不肯 但是买了只狗之后 就不同了 基本上早上要跟狗走一次 晚上又要跟狗走一次 风雨不改 那我不知香港的情况如何 但是 香港呢 因为大部分人 都并不是有私家车的 那你一般你都要 上班 乘巴士都要走一段路 乘地铁 你都要走 入闸出闸都要走一段路的 那这方面呢 就比起我们在这边西人地方 一般是车泊在车房 你一出街就跳上车 跳到车链到目的地 跟着买东西又跳上车 那其实不用怎么走的 我发现 我在香港就走得多很多 香港是 香港我也走很多 但是香港我是连地铁都不搭的 如果是两个站以内的地铁 我是不搭的 我通常都是走了就算了 走过一程 我不喜欢地铁那种 压迫感的 其实我是不喜欢看不到蓝色的天空 或者就算黑色的天空 我都觉得安全过在地铁下面 所以我去到哪里都 其实坐地铁是比较少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选择 就是比较喜欢看到天空的 就是看不到天空好像差一点的 是这样的 我的感觉是 所以我很少坐地铁 其实地铁我是很少坐 在香港我也很少坐地铁 不是因为它是 那些人说是挡铁的问题 如果真的是挡铁就好了 最糟糕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那行路防血山呢 这个要讲一讲了 就要注意三五七的原则 三就是说 每天要走三千米以上 三千米 而且保证三百分钟 不是三百分钟 三十分钟而已 三百分钟就很多了 三百分钟就五个钟了 不行太长了 三十分钟左右 但是三十分钟 行不行到三千米呢 不是个个可以的 不是个个人都可以的 不是个个人都可以的 通常一般步速来说 走三千米的话 是要用九个字的 我自己而已 以普通的步速 走快点 走快点 走快点应该都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做到坚持 有恒心去做 过分激烈的运动 是对身体不利的 要讲清楚先 跟着呢 第二样 要讲的就是 五字 就是三五七原则 我刚才讲的 五就是一星期要运动五次或者以上 一星期五次 四十六个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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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就是指运动后的心率 再加年龄 要等于一百七十 例如五十岁的人 运动后的心率 就去到一百二十次 那他再加那个年龄 就等于一百七十了 要有个心率 我没有东西而可以量度心率 我都 买回一只 华为手标 华为手标是能量度 而且是准的 我就是要买一只 华为手标 华为手标 可以强力推介的 虽然我坦白说 我其实是 我觉得这只标的电 是越来越不行的 就是我迟些都要买一只 但是如果你说 会不会买多一只新的 华为手标 我觉得会 其实是不错的产品来的 但是 不一定要买华为的 其实小米手环 量度心率都很准的 而且是华为手标的三分一价钱 甚至是四分一 看看你买什么型号 小米手环是很便宜的 我有一只旧款 它量度心率都是很准的 其实大家是可以尝试去 如果要量度自己的心率 你可以买一只 就是最便宜的 就是小米手环 华为手标都好的 但是小米手环 我觉得有个问题 就是你看时间 始终的字都是太小的 那你就不能够取代手标 但是呢 小米手环它的优点 就是便宜漂亮正 这个世界呢 有一样东西 打破便宜没有好的定律 是绝对能够打破的 就是小米手环 我先买一只 立即去买 就是这个小米手环呢 是非常划算的 就是它现在已经出到第五代了 第五代呢 它是有些东西做不到的 第五代它可以 它可以 度心率 可以 看你睡觉睡得怎么样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做不到的 它就没有 SPO2 sensor 那华为手标就有的 那如果你买小米手环第六代的话呢 它就可以做这个功能的 就是SPO2 它都可以看得到的 而且是可以 测试你的心率的 那也都 睡觉那些 也都可以查到的 那当然 买第六代就贵一些了 我们这里要买第六代呢 就差不多要四百多元的 那贵一些 那华为手标 为什么我说 有时候呢 会 是小米手环的 四倍或者五倍呢 这个呢 就是 因为华为手标呢 很多时候呢 你是有特价的时候 它可以去买的 不需要它正价的时候买的 因为它正价的时候呢 是很贵的 是不值得玩的 举个例子 正价我们这里呢 华为手标呢 就差不多 1800元港币折合 嗯 但是呢 我那只华为手标呢 是买手机的时候送的 而且华为手标 也有便宜一些的版本 就是它有一个 刚刚出了一只四方形的 版面是 那一只呢 就大概1200元左右 就是港币折合 但是它有问题的 它就只有10天而已 就是那个 逐行历 那如果你要买的话 其实 我自己认为 华为和小米都是买得过的 因为华为它的功能是多些的 华为呢 它可以打电话的 就是蓝牙打电话都可以的 如果你主要用的手机是 华为手机也是方便很多 也是可以便宜很多的 其实你一套这样买呢 那它是有折头的 通常都 那我自己就 当然啦 如果我要换一部华为手机 我会换一只标的 一套这样换 它一得特价就换了它 那小米的情况 小米就每样东西都便宜很多的 其实就 它做到的事也是很出色的 不是带货 我是没有收小米和华为的广告费的 在这里 不过 为什么要说这一件事呢 就是因为台仰它说 它没有测心率的器材 那其实 是 买一个很便宜的 现在 因为我个人并不是有代表的习惯 不过它看来 要参心率 我都没注意过 測心率 那现在只剩一只 唯有 对吧 測心率之外 还可以看到你走多少步 其实你做过之后 做过一年多两年之后 你惯了一定要买的 你是不会 我一般是用手机 手机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那种是运动APP 那种是运动应用 那种是运动应用 记录你的距离 速度 时间 这些东西 有些APP 还是 有种社交媒体的功能 你可以和别人比较多 或者比较距离 或者比较快 但是你说 因为 因为戴在褲袋 就没得可以 測心率的功能 那现在就真的需要一只 所以网友都可以考虑一下 是吧 很划算的 如果你觉得 华为那只贵的 就这么说 小米 或者小米 小米是 不用贵的 但是你买了小米之后 你会搞搞一下 你就会要一只华为的 我觉得 就是这么说 是回不了头的 当然华为也有手环 华为也有出的 华为手环也是贵小米一点的 但是华为手环呢 很坦白说 一件事 我自己觉得 没有小米那么划算 它多了GPS的功能 就是华为手环 第四代它是有GPS的 但是它第四代的价钱 已经贵过小米的一部分 当然现在它出到第六代 就是华为都 华为的第六代手环 就跟小米的第六代手环差不多 大家的功能上是差不多的 都有SPO2 就是氧气的感觉在那裡 大家都可以用两个星期左右 但是华为的手环 就贵过小米手环 一半再有百分之五十 我们这里看到的价钱 所以我自己觉得 在手环方面 华为是不划算的 如果你要买华为 索性一买就买个标 这是我粗钱的看法 因为华为的标 其实是经常做特价的 你留意一下就会有特价 留意一下 都是强力建议大家留意一下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不过也要说一下 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 最好的 心率就不要超过每分钟150下 而且是要根据自己身体情况 去调节那个运动量的 如果做不到357都不要紧 每天最少走30分钟 直到身体出汗 那就有锻炼身体的效果了 好 节目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会再讲其他话题 就是这样 拜拜